我們就是把那個 游標先停在那個組檔裡面 所以我們前面的佈局 就是為了後面 能夠快速的產生我們要的樞紐分析表 所以前面部分大家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後面當然就會處處都是問題 前面特別強調就是說 你這個總標裡面 他這邊其實就有點像把那個資料庫的概念加進來 產生之後的話也要產生這樣的形態 這是規則 OK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也不要問我說老師為什麼不行 因為這就不行 因為他規則就是這樣子 他就規定 這個也不是我定的 因為這一次有本他就這樣定了 OK我也沒辦法去修改 對不對 那我頂多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用快一點的方法把那個問題解決掉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 你在源頭 就是很喜歡用一些什麼 跨欄字中 你如果喜歡用跨欄字中 我跟你講以後的話你要把它改回來 你要配合輸入面 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盡量有一些比較不良的那種 壞習慣 你就盡量不要去做 裡面像什麼常見的遇到問題就跨欄字中 然後還有什麼 裡面常常喜歡用什麼總計 小計這邊又多 可能插入什麼呢 插入一列 這列裡面就是一個總計 然後呢 或者是這邊就全部空白 那也不要出現 不然的話呢 你就不符合規則 你叫我這怎麼辦 你把資料丟進去 就是產生一些奇怪的東西 奇怪什麼一些 不應該出現的結果 因為你的源頭就是不對了 所以呢 這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反正你就是最後就要長得像這樣 就對了 然後呢 你需要分析的欄位 如果沒有 你就要把它先產生 像這裡面的話 它有預先產生什麼 剛剛有一個叫什麼 銷貨 數量乘以單價 最後的話有一個銷售金額 也就以後 如果你資料來源裡面沒有這個欄位 但是你要必須要加總的話 你就需要什麼 先預先多這個欄位 如果沒有這個欄位 那很抱歉 你就沒辦法做出那樣的結果 另外還有這兩個欄位 年度跟月份 其實這年度月份 你不加也沒關係 你可以用群組 但是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乾脆加一個好了 我不要再群組 因為群組有時候很麻煩 如果你覺得 群組的功能很麻煩 那沒關係你就加一欄 這個東西 都可以彈性的去 去做調整 因為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你不要說硬性 我一定要用群組 沒有 你如果不喜歡用群組的話 那你就不要 你就加一個欄位就好了 兩者之間沒有絕對的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 如果第一個問題 我油標先放在這裡 我希望 把那個 業績的什麼呢 總額幫我加起來 那我第一個 先插入一個 樞紐分析表 接下來的話呢 他會幫我把整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 只要你油標放在 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的其中一個儲存格 他就會自動幫你擴展到 這個 所有的 那個範圍 那有種情況會發生錯誤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中間斷開來 那斷開來就不是範圍 所謂的範圍 是有指的是連續的 如果你不連續的話 那就不會是一個範圍 所以 有的時候 奇怪有選 怎麼奇怪底下的東西不見了 那因為就是你 中間有斷開了 如果沒有斷開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會幫你把它 整個擴大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他會出現 就是像這樣的話 數目的分析表 我們基本上 就是可以把什麼 銷售的金 所以 這邊我剛剛講過 列 在這裡 藍 在這裡 還有值在這裡 DATA 另外 其實這個就是 第一維 第二維 那如果說將來 如果你覺得 你的分析還不夠的話 其實我們 在上一次 有講到就是那個 這邊還可以再加上 第三維 就是說你可以在 在你篩選完結果 還可以在報表裡面做篩選 那首先我們先針對 第一個問題來看 就是 我如果要 把所有東西加總的話 那把銷售金額 整個拖拉到值就好 但是不用跟他講說 你要是哪一個的值 列還是籃都不用 那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他會把整個公司的 所有的銷售金額 通通幫我加總起來 不過有的時候 如果 像這種 數字閱讀不方便 我的習慣這樣 切到常用 可以用千封位符號 然後呢 把小數點去掉 這樣的話 看會比較清楚 你可以看到 百萬 千萬 億 然後24億 就可以 不要可以判斷 如果你沒有千封位符號 你要自己慢慢算 很不方便 所以 一般習慣就是說 你要為了要讓他 就是 閱讀 便利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切到常用 裡面呢 你可以用千封位符號 再把小數點去掉 這樣的話 就一目了然 那請各位 第一個 先把那個工作表 這個把它改名 叫01好了 也就是這個是我們 第一個答案 那並且 幫我把這個 01 拖拉到哪裡呢 最右邊好了 所以後面 我們如果 12個問題 那請各位就是 分別產生 12個工作表 並且呢 就是 再把這個12個工作表 列在後面 我們一個個分別來看 所以第一個 把那個總表部分呢 裡面的總 業績 就 統計出來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第二個問題 他要問什麼 再幫我把各縣市 的業績 加進來 那我們可以把那個各縣市 把那個要統計的 你可以放在藍 或放在列 不過好像放在列會比較簡單 會比較明瞭一點 所以呢我接下來我們可以 再來把那個01 變成02 就第二個問題 不過呢特別注意喔 01變02的話 你可以複製一下 乾脆直接把01複製 然後改成02 複製的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01 拖拉之後呢 按Ctrl鍵 按Ctrl鍵按住放開 這個時候的話 他會 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01 那你把這個01 把它改成02好了 那我們用這個來改會比較快啦 不然的話 你如果要重新再 插入一個新的書籍 感覺好像動作會比較多 直接複製好像比較快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只需要什麼 縣市 所以這邊的話 統計各縣 這邊的話有沒有縣市名證用 那你就把縣市名稱呢 一般習慣是拖拉到列標籤 放開 這個時候呢 自動就幫你把那個列標籤 自動 就顯示出來 當然呢 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重的 我放橫的可不可以 其實當然也可以啊 你把它放在藍標籤 放開 他只是說放橫的 不過呢放橫的跟放重的 其實 就視覺上來看 你會發現用放橫的 他有個問題啦 因為他旁邊放不下 他就後面看不到 所以理論上 好像放在列 列上面 會看起來 比較一目了然一些些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產生我們要的 這個部分 那當然呢 你產生 縣市 這個 名稱之外 我們 另外還可以利用 所謂的 篩選功能 其實 當然你做完之後的話 他一樣會 在旁邊會多一個箭頭啦 這個箭頭呢 基本上就跟我們之前在 Excel裡面使用過那個篩選功能還蠻像 就是 你要找 哪一部分的資料 如果你 預設是全部顯示 可是如果說你只要針對某些縣市 重點縣市 比如說我要針對是 北北基好了 北北基陶等等 反正就是北部的縣市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幫我只留下什麼 全選打勾取消 把那個台北市 不過這次就知道台北縣 桃園好了 OK 這幾個縣市我要留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他只會留下 你要的這幾個縣市 的data出來 OK所以你還可以 針對 你要的資料 去做進一步的篩選 那篩選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除了說你可以 透過這邊去篩選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只是 大概知道說 我知道開頭叫台北 我以前叫台北 好啦比如說 我 篩選的方式我想要 用關鍵字 就像 一般我們會用那個關鍵字 查資料的話 那 你這邊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那個所謂的 這個值的篩選 可以去做 其他的篩選方法 那 這邊的話呢 在題目裡面 要我們把全部列出來 我們把他全部列出來 第二個就完成了 OK 當然其他你可以配合篩選功能 再去做其他篩選 那另外的話呢 在篩選之外 其實各位也可以看到 上面還有什麼 排序 所以你會發現 他這邊 除了說可以把 你要的 限制 帶出來之外 最後也許你可以 假設你今天希望 按照什麼呢 筆畫少的 在上面 筆畫多在下面的話 那你也可以讓他再重新排序一下 讓他做一個 按照筆畫排序 那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你要按照什麼 按照資料的順序排序的話 那你也可以按照資料 裡面也可以做 那個 Z到A 跟A到Z的排序 筆畫的排序 或者是你可以按照資料排序 這些都可以 他可以讓你 重新再 按照你要要求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主要 要看 那個業績 主要還是 由高到低排列 所以看得出來 這家公司呢 他光台北市的那個業 他那個業績 所佔的 比重 哇 就超級多了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 當然 如果你看數字 看不出 百分比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延伸出去 最好是 台北市佔比重多少 所以台北市佔比重多少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又不希望說 把他原來的金額移掉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在旁邊呢 再把銷售金額拖拉下來 但是你會發現 奇怪這個名稱一模一樣 那你沒有關係你可以 你會把下面拖拉過來的這個東西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了 在旁邊有一個 你可以點擊這邊 他有一個叫什麼 那個值的欄位設定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邊改成百分比的話 那你可以點擊旁邊這邊 然後他有個什麼 值欄位設定 那他這邊值欄位設定除了預設是加總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切到那個顯示方式的話 那假設我今天希望在這個公司 各縣市的那個 占的 銷售金額所占的比重的話 那我可以把他改成了 總和 的百分比 OK然後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時候呢 馬上就出現了 剛剛我很想知道說 到底這家公司 光台北市 他的銷售金額的話 就已經是占了快一半了 所以主力一定是在台北市 另外像什麼台北縣 就13% OK所以這邊的話 兩個 台北 這個台北跟新北 加起來的話 比重就超過一半 所以這個是額外的 所以請各位 再把這個功能稍微 試一下 主要就是像 篩選功能 跟排序功能 另外的話還有按照 資料的排序 資料排序 Z到A 跟A到Z 的排序 最後呢 我是再增加一個 延伸性的那個 功能 就是加上一個 所佔的比例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你可以再 多一欄 兩個其實都是 把那個銷售金額做加總 只是一個是顯示 他裡面 最後加總的金額 一個是加總金額 再加上百分比 所以特別之外我這邊只是說把這個呢 裡面的那個 直欄位設定 改成 計算 百分比 因為這個功能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OK 當然底下還有什麼 百分比之外 他什麼針對欄做百分比 做欄橫向的 縱向百分比 等等 不過這個這相關功能的話後面有 有帶到的我們再來看 按確定 好那再來的話 這個第二個問題就是 把那個 那個 我們的各縣市 這個業績總額把它顯示出 除了顯示 他的金額之外 我們多一個百分比 接下來的話呢 除了說我要各縣市 我還希望呢把那個各部門 的業績 也幫我加總進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各縣市 各部門 顯示的結果 類似在 雲端上面 這邊 這邊可以類似長這樣 當然呢 我們有很多顯示方法 你要在 同一維 還是說不同維 交叉分析 那比如說我今天是把它放在同一列好了 你會發現 哪個縣市的哪一個部門 他的 結果 我們來試一下這邊 一樣 把那個 把01 再複製一個 Ctrl鍵按住 拖拉 然後把這邊改成03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 一樣喔 我要統計的是什麼 統計的是 他的 題目要的是什麼 題目要是 各 縣市 各部門 OK 那各縣市各部門的話當然喔 你有幾種分析方法 縣市 我們可以把那個縣市名稱 先拖拉過來 然後再來怎麼樣 各部門 部門名稱 當然你可以把它放在欄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呈現 或者是怎麼樣 你可以把它放在 同一列裡面呈現 兩種方法 一個是縱向一維的 一個是二維的方式呈現 不過理論上 比較常見的應該是交叉分析 哪個部門 在哪個縣市 他的業績 佔比各是多少 當然我們現在顯示是金額啦 不過你也可以 利用剛剛講的 你也可以把這個 裡面喔 比如說我要百分比的話 佔比多少 那你可以把這裡面呢 改成剛剛講的 那個計算百分比 也可以把它用百分比 的方式顯示出來 當然 兩邊可以交叉分析 因為有時候佔比 看起來會比較 要清楚一些些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如果說 還要再把裡面的東西 接下來就第三個 第三個問題完成 但其他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如果把部門名稱 跟縣市名稱 放在同一維的話 那個效果好像 會變成像 這樣子 裡面的話 變成說 它裡面 會自動 當然你會發現啦 這種顯示方式 它在 最下面一列 會自動幫你做合計 就是說呢 台中市 它的佔比 是這麼多 那 業務一顆 跟業務四顆 比例是多少 那底下會幫你做合計啦 但如果說未來 有一個 方法就是說 如果你遇到合計 像這種合計喔 有的時候以後你都會想要把它刪掉 我不要看到下面的合計 假設 這邊的合計跟這邊的合計 如果我不希望出現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在 這個 上方 就是在你的 樞紐分析表按 右鍵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什麼 小計 縣市名稱 有沒有 預設是打勾啦 如果說你今天不需要說 它裡面的那個小計一直出現 我不需要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小計打勾取消 那這邊一樣喔 按右鍵喔 這邊可以移除總計 如果說呢 剛剛講的是 他每一 比 每一個縣市的下方 會幫你針對 部門名稱做合計 你可以把它 就是小計 把它移掉 另外的話呢 最右邊 的這個合計啦 假如你不要的話這邊有移除總計啦 有的時候 不過現在這個 這個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就不把它移除掉 OK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可以 把那個 縣市跟部門名稱 看你是要交叉分析呢 還是要什麼呢 還是要用一維的縱向分析 這兩者 我想各位都可以試試看喔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呢 我們最後把那個 值的設定 把它改成 百分比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改回來的話 就是無計算 沒有計算 按確定 他就不把 百分比 把它 這個 就是 顯示為百分 當然 這邊還有 如果你把它改回來的話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裡面是空白 可是空白感覺好像 這樣看起來不好看 所以如果裡面的空值的話 我希望就幫我補個0 或者幫我撿 撿個幅畫等等的話 那一樣你可以從什麼呢 上方的那個 選項 這個可能要在選項裡面做修改 選項裡面 的 選項 從這個選項裡面的選項 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設定 這個設定的話呢 他會有一個叫什麼呢 預設是版面配置與格式 裡面的話就是 若為空值 他預設顯示為沒有啦 就是空 裡面空的就保證 那如果我若為空值呢 我顯示為0 那這樣的話按確定 他會自動幫我把裡面補0 或者是說 補一個減的符號 OK你會發現他裡面補個減的符號 這樣的話看起來好像 就應該比較OK一點 這個是 問題 03 是針對那個 各縣市 各部門的那個業績的 總合的做一個交叉分析 當然呢這裡面 除了說這邊之外 其實你也發現這邊當然也可以再做進步的篩選 比如說你只要哪些縣市 或哪些部門 也可以再做 那個篩選 然後排序這些都可以利用剛剛講的功能 再把它加進來 你可以 統計出你要的結果啦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一樣 總計部分 幫我做排序 Z到A 幫我排一下 一樣從台北市裡面看 每一個每一個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是問題03的部分 問題03 那問題04的部分的話 接下來就是什麼 各部門 部門賣什麼樣的產品 他的業績總和 所以部門 從部門跟產品之間 做交叉分析 那我如果希望看到的結果 也長得像這樣 就是 哪一個部門 他哪一些產品 也是幫我把他分 交叉分析一下 其實做法差不多 所以我們再來就是 把那個 乾脆把剛剛的這個工作 03好的話 乾脆複製一下 Ctrl鍵按住 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04 限制 那我們如果部門 現在差別就是說 限制不要 所以限制不要的話呢 把它往上拉 拉到空白處 就是移除 放開限制 然後呢 把業 這個部門名稱 拉到那個 列標籤 並且 幫我把什麼呢 把那個 哪個產品 產品名稱 這邊的話有沒有 商品名稱 拉到哪裡呢 藍標籤 放開 是藍標 我看看 現在是要統計 分類 這邊不是名稱 是 分類名稱 所以把那個 分類名稱 拉到藍標籤 放開 OK 這樣子 那就可以統計出 我們要的 所以04 就可以很快的產生 所以你一目了然 就知道說 哪一些 不過其實也是一樣 數字部分 真的比較不容易 可以呈現出那個要的 比例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一樣做排序 所以按照 總計這一個欄位 那我們先把它做資料的排序 所以資料裡面有力道A 哪個部門 最後加總結果 是最高的 然後呢 再來什麼 乾脆用百分比算 因為如果沒有百分比看起來 不太清楚 然後 哪一個部門 他的業績是最好的 後面其實下面 你們也可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底下也可以再插入一個 樞紐分析圖 用圓柄圖 就可以看出很清楚的結果 哪一個部門 所佔的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我們就是 還是一樣 乾脆把這個 這個部分的那個 裡面的藍設定 乾脆把它改成 百分比算 把它總和百分比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可以看出 業務三顆 他的哪一個呢 他的 業績目前看起來是最好的 佔了百分之三十四 OK 然後 他賣的東西 OK 比重 比如29 29 OK 總計多少 那這部分的話呢 金額部分 看起來好像賣主機 反正是比較賺 其他好像真的是 匯流牌好像就是 賺那麼一點點 OK所以其實 從那個百分比裡面看得出來 哪一個產品 是銷售主力 有沒有 如果你 光看數字有的時候看很久還是看不出來 好像百分比相對的 可閱讀性會比較高 當然最後呢 還是可以把它加上圖 圖的話 那個 可閱讀性相對 會比 表來的 圖表 表來的更清楚 OK 那接下來 的話呢 對調 可否將上表 中 藍列對調 對調的話就把 04 拖拉過來 這邊改成05 那對調的方式的話就是把分類 放到這邊 把部門拖拉過來 兩者 對調一下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從 分類名稱 從那個 這個 以分類名稱為主 去看什麼呢 看這個業務 每一個業務單位 部門名稱 他所佔的比例是多少 OK 那這個是問題05 那問題06的話呢 我們分別 各類產品的銷售比數 剛剛的話呢 是各類產品的銷售金額 的比例 那我如果今天要把它改成 不要是 不是金額 而是他 銷售的比數 不是加總結果的話 那這裡的話一樣 我把那個問題06 把05拖拉複製一下 那一樣把它改成06 所以第六個問題 那我如果要什麼 不是要加總 所以 再來可能要先把百分比先恢復 所以百分比 恢復回來 那恢復回來的話 你就是把值的 顯示方式再改成無計算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切到 摘要值方式 本來是加總 那請你把它改成項目 個數 本來是三米符 那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康米符 按確定 OK 這比數就出來了 不過基本上看起來 比數好像比較沒辦法顯示 太多的內容 這邊的話 其他 OK 比數部分 這個是問題06 再來的話呢 後面還有7道色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 1到6 試著先試做看看 底下如果有時間的話 不妨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在這個裡面 你再去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 樞紐分析圖 這邊有樞紐分析圖 看試著也玩玩看 反正這個圖 就大概把它 比例上 或者是說你可以 如果要 強調是比例的話 那你可以用圓餅圖 試試看 畫一個什麼 畫個圓餅圖看看 每個縣市 佔公司的銷售金額 各是多少 那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針對1到6部分 先做練習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7到12的那個問題